今天早上8点多 在新北市中和的这一间面食馆 疑似因为瓦斯外漏 发生了气爆事件 画面上可以看到 两名员工是受伤 紧急送医了 而且气爆的 惊醒一瞬间也曝光了 当时先发生了巨大声响 附近的民众赶快闪避 两名员工送医之后 其中一位头部首部 15%的二度烧烫伤 当时还有民众来帮忙冲水降温 初步研判瓦斯外泻 才会酿成气爆 你干嘛在这里 我住我上啊 闹闹白烟直窜天气玻璃碎片 满是一地 新北市中和一间面食馆气爆 消防人员赶紧到现场灌水灭火 经过了将近二十分钟 火事才全数熄灭 事发在五号上午八点五十二分 气爆当下窜出火苗 巨大声响爆炸 再过马路 遛狗的民众都吓到赶紧闪避 附近民众睡梦中也被惊醒 赶紧跑到楼下看发生什么事 现场民众看到有人受伤 赶紧带到洗手台冲水救急 原来上午餐厅人员到店准备 没想到一开火就发生气爆 造成两位店员受伤 其中一位六十七岁开火的黄性店员 伤势严重 头手脸有百分之十五二度烧烫伤 另一位则遭玻璃割伤 幸好送一后都没有大碍 屋内被烧的焦黑天花板灯具都掉了下来 屋外也全都是玻璃碎片 整个房子一片狼藉 根据消防研判应该是瓦斯外泄 而当时黄性店员在准备热汤 使用瓦斯炉具 烟火产生闪火才会发生气爆 但详细的气爆原因 还要等待火吊科调查厘清 只是周日上午这场气爆 实在也让当地民众吓坏了 华氏新闻张德山小女兽 新北报道 哈喽我是谢嘉玄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码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